2020年年末,华为任正非到山西煤矿实地考察 一改往日谦虚形式的风格表现得极为高调 不仅带领的团队空前强大 涉及六位业务集团总裁和总经理 而且还亲自到500米深的井下做实地探访 煤矿里的环境并不好 潮湿、阴冷、灰暗、非常的烦闷 但是这些并没有阻挡住任正非的脚步 他考察得非常仔细 还在井下不断与煤矿公司的领导交流、发表看法 于是第二天,任正非去山西挖煤 华为布局煤炭行业等关键词 一下子就冲上热搜 很多人表示不解啊 煤矿不是典型的西洋行业吗 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领头羊 就算在绝境中 也不应该为了求生去浪费自己的精力吧 总结一句话就是 如果华为都去挖矿了 中国科技的未来还有希望吧 当时很多人私信我 让我做一期视频 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做 因为我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结果如何 往往需要时间来判断 三个月后 任正非再次来到山西 参加智能矿山 创新实验室街牌仪式 在会上 他再次改变以往低调的风格 高调笑称 现在我的信心更大了 这一句话 很快就被新华丸等主流媒体 作为文专的标题 两次实地到访 两次高调 足以说明华为对煤矿这个行业 非常的看好 直到此时 我大致明白了华为到底想要什么 在深入了解之后 才懂得华为这是在为自己 探索一条出路 而华为挖煤 其实是在引领一场 中国科技的大变革 这场大变革如果进行的顺利 将会为中国谋取一个百年的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天我们就详细地说说 华为布局煤矿背后的 中国困局与机遇 华为对中国煤矿行业有多么重视 我说下三个时间点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第一个时间点是 2020年12月31日 任正非到山西煤矿考察 刚结束半个月 华为就成立了煤炭集团 并且委任邹志磊 担任集团的总裁 邹志磊是华为运营商业务集团的前任总裁 他1998年就加入了华为 长期在全球销售市场工作 具备极强的业务开拓能力 和当初做手机 做芯片一样 华为专门成立了一个业务集团 就意味着华为将正式杀入煤炭这个行业 到了2021年2月时 华为内部传出 华为即将成立煤炭军团 这是华为第一次引入军团的概念 很显然 华为对于煤炭的重视 再次上升一个等级 是实实在在地 将它当作一场攻坚战来打 第三个时间点是 今年的4月份 华为煤炭军团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由华为科学家 技术专家 产品专家 工程专家 销售专家 等组成的专项团队 可以说 汇集了华为精英的军团 华为终将在煤炭行业 掀起浸透海浪 从考察到成立煤炭军团 华为仅仅用了半年时间 节奏快地让周至雷感叹 我们是先有和尚 才有妙 时间短 节奏快 那段时间的热搜 全是华为与煤矿 华为入局煤矿 几乎成了定局 对于华为布局煤矿行业 在大部分人看来 华为是为了解决自身问题的 一次华丽转身 但是这会让很多人因此失业 也有些人并不看好 认为华为穷途陌路 是来煤矿抢煤炭碗的 还有比这个更闭关的人认为 煤炭这个行业还值得抢吗 总结句话就是 华为是高科技公司 但是现在不做正经事 但熊猫要为华为说一句话 华为不是来挖矿的 华为入局煤矿 是一次完美的自救战略 也是一次重大的技术变革 如果他们能成功 将为中国工业争取到数十年 甚至百年的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还要从被大家误解的 煤炭这个行业 以及中国搞新基建说起 看完大家就知道 华为为何入局煤矿这个行业 对了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话点个赞 加个关注哦 我们正式开始 说起煤炭 我们做个小小调查 中国一直在强调减少碳排放 但你觉得未来三十年 中国能源是哪个更重要 核能 氢能 还是煤电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下 其实这里的答案是煤电 不知道有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 不过事实确实如此 中国这些年一直在发展氢结能源 并将碳中和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很多人的下意识就会觉得 煤炭迟早会被淘汰 其实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失望 煤炭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2020年 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的63%的份额 占据主导地位 为中国工业提供了绝对的保障 所以在能源界 人们常用压仓石和稳定器来形容 煤炭在能源供应中的作用 这种压仓石的作用在未来30年内 也不会失效 2035年时煤炭的能源占比将会降到49%左右 2050年左右再降到30%左右 从63%到30% 它的占比乍一看好像都在下降 但煤炭依旧是能源结构中需求量最多的一个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在减少煤炭使用 但是在中国能源结构中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30年 煤炭依旧不会过时 甚至在中国的规划中 煤炭依旧在持续发展 进行产业升级 而不是逐步淘汰 而这个产业升级的背后 剑指的就是中国科技的一次大变革 这才是华为布局煤炭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技术变革 就是确确实实改变现有的技术 解决行业最糟心的痛点 很多人在说华为不务正业 其实这种技术大变革 才是华为的拿手好戏 要读懂这一点 还要回到煤炭行业的痛点本身说起 煤炭行业的问题有很多 污染 安全 环境差 利润低等等 在这里面又以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也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个 对于煤矿企业来说 往往是弹固色变 只要出一次大型煤矿事故 一家企业可能光赔偿都会原地破产 煤矿的高危型让很多人望而生畏 网上有人说 华为布局煤矿行业 可能会让很多人失去工作 这句话是典型的不知他人苦 现在年轻人的口号是 宁愿送外卖也不进工厂打工 而这句口号煤矿工人都享受不到 对于煤矿行业来说 打死不当挖煤工人 才是大部分煤矿企业的头等问题 部分煤矿企业的下勤工人 平均年龄超过了40岁 这就是摆在中国 乃至世界煤矿上的致命问题 后继无人 这些年 中国为了解决煤矿的安全问题 关闭了数以千计的黑煤矿 整合资源提高煤矿的技术 条件变得越来越好 采矿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中国煤矿行业有个 和联安全性的金标准 叫做百万吨死亡率 意思是 每生产100万吨煤死亡的人数的比较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中国其实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百万吨死亡率 从1949年的22.5% 降到了2020年的0.059% 70年的时间里 下降了380倍 而且没有一次特别重大事故 但是重点来了 虽然百万吨死亡率一直下降 但是煤矿行业太特殊了 一旦发生事故 生存率就很低 而且 从业人数太多了 2020年时 中国有5300多家煤矿 庞大的基数 注定了再低的死亡率 都有大量的人员死亡 2020年 中国仍有225人死于煤炭事故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不要说225人 就是有20个 甚至一个人死于事故中 那都是不提倡的 我们就以25人为标准 这也意味着百万吨死亡率 要再下降10倍 到0.005左右 而美国也只能做到0.03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大家都知道出车祸是要死人的 但是只要是人就会犯错 而有些错 一旦犯下 就是致命的 煤矿行业也是一样 如果你翻开中国历年煤矿事故的调查 你会发现 很多事故的原因都是可以避免的 偏偏是因为人 或者机器犯错 导致事故发生 所以像这种的高危职业 你们愿意自己的孩子 将来从事这种职业吗 愿意的选一 不愿意的选二 打在公屏上看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二 因为不是迫不得已 没有人愿意用生命换生存 中国对煤炭行业的态度也是如此 坚决排除每一个淫患 以往中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尽量少人 甚至不用人 这些年 中国挖煤的方式开始逐渐改变 从早期的人工挖煤 到机器化辅助 再到自动化挖煤 可以用机器替代的地方 尽量不用人 需要下降的挖煤工人越来越少 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工人的伤亡 但是井下的环境十分复杂 有些地方还是没办法远身操作 需要人工去干预 所有人都知道 解决无人化问题 就解决了煤矿安全问题 而解决无人化问题 就需要技术革新 那到底要怎么变革 才能彻底解决呢 这个问题注定只有华为等少数科技公司 才能第一个吃到盘蟹 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 智能矿山 2020年12月 任正非调营的煤矿 就是位于山西的 全国首个5G智能煤矿 这是华为宇山西华阳集团 以及运营商等公司 合力建设的一个智能煤矿样本 这是一个将传统行业 变成中国大型科技秀的样本 一场技术大变革 先说下什么是智能煤矿 顾名思义就是矿山的全面智能化 中国以前是不断机械化 用机械代替人工挖煤 智能化就是将在机械化上更进一步 把这些机器联合起来 再给这些机器配一个统一的大脑来调度 做成一张网 有了这张网 技术工人可以在办公室远程遥控机器 矿井下面的采矿机器 就可以自动挖煤 自动运输 然后无人自动驾驶的运煤车 就可以无份运输 真正做到无人化的挖煤 说的好像很复杂 其实说白了 还是离不开机器代替人的老套路 只是这里的替代 已经不局限于挖煤这个环节 而是从矿山勘探 设计 监控 设备联网 采煤等各个地方 都采用机器来替代或者辅助 这些问题以前很难 但是现在是有希望达到的 而且很多已经实现 正在推广中了 比如监控 煤矿在井下500米深比较复杂 一般机器没办法巡检到位 所以安全检测是要派巡检员 进行人工巡检 但是人工巡检会遗漏很多问题 熟悉矿山的不熟悉机器 熟悉机器硬件的不熟悉软件系统 等等各种问题 结果就是 明明可以排除的问题 却因为个人的原因 或者技能不熟练而忽视掉了 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这个问题在智能矿山里 就是由机器人来巡检 一台巡检机器人 安装了很多摄像头 还搭配了各种扫描仪等设备 巡检机器人 就可以对矿山进行拍摄 采集后第一时间 将信息回馈给系统 这里机器人的联网 就是通过5G技术 以前巡检是三班岛的人工巡检 人总是会累 会偷懒的 现在换成了机器人 可以一天24小时 多台设备同时巡检 安全性无疑增加了很多 类似巡检的 还有其他各个环节 利用大数据储存矿山的资料 再用云计算分析 全国数千座煤矿 为煤矿设计更好的采矿规划 用5G技术 连接各个设备环节 人工智能的运煤车 应用在运输环节等等 看到这边 我相信还是有人质疑 智能煤矿吹的再多 也挡不住煤炭 是在走下坡路的行业 认为花这么大的精力 搞这些科技 不实用 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你的眼里只有煤 大概率你是看不懂未来的 这就要说到 我开头提到的华为等公司 正在中国掀起的技术大变革 5G智能矿山里 运用了5G技术 加云计算 加人工智能 加大数据中心的先进科技 这就是中国2020年 火得一塌糊涂的科技概念 是中国新机电的内容 这些科技可以将原本 粘乱的数百米深煤矿 改造成一个先进的智能车间 一场中国科技秀 那么你觉得 它在其他建筑矿里可以吗 在稀土矿可以吗 在其他行业可以吗 当然可以 而且中国一直在这么做 智能物流中心 无人智能码头 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个案例 但这些还不够 我们要做的是 为中国探索出一条未来的道路 这条道路还和中国 另外一个科技项目有关系 新机电 2020年5月 在中国疫情刚刚得到缓解 经济还处于停滞的那段时间 中国提出了新机电计划 这项计划引起了 国内外的格外关注 人们之所以关心机电 是在机电史上 每一次变革 都是一次工业上的大跃进 比如 蒸汽时代 诞生了轮船等交通工具 改变了海上交通方式 大英帝国 借此成为了海上霸主 是首批积累了原始资本的国家 电力时代 火车 高铁性能得到提升 改变了路上交通方式 很多国家因此受益 欧洲 美国 日本都是路上交通的优先受益者 这些国家 先后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中国则是后来者 信息时代 诞生了互联网 电脑等设备 改变了沟通方式 美国借此一跃成为 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没有之一 新基建则是工业互联网的时代 这一次 注定将在工业领域 发生一次大变革 以前这些基建变革 都是由西方国家领导 西方国家实现了 从领导意的突破 具备了领先优势 所以中国过得非常辛苦 一直在努力突破技术封锁 我们用上百年的时间 不断补课 终于在新基建上 追赶了上来 新基建首次由中国领先 中国的5G技术 云计算 大数据中心 人物智能等等技术 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20年一开始 中国大力发展5G基站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建设了90多万个基站 占全球的70% 全球有一万座煤矿 在使用5G技术 其中一半以上都在中国 这一次不管是技术 还是条件 中国都做好了准备 将带领世界 实现从0到1的突破 一旦实现到1的突破 中国将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 都将和英国 美国一样 实现技术上的先发优势 为中国工业 取得百年的发展时间 但是科技之难 往往是难于闪青天 这种突破注定是痛苦的 领头羊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从2020年开始 中国5G技术 万物互联 云计算等概念 虽然吵得是沸沸扬扬 但结果如何呢 对于普通民众和企业而言 都是痛苦的 5G技术最大的应用在于 万物互联 这是普通人能享受到的红利 但是5G技术有了 万物互联的物在哪里呢 这些物指的是各种设备 结果设备没搞定 运营商的5G费用 先压在了普通人身上 5G就是个骗局 几乎贯穿在网上各个平台 不信我做个调查 你愿意先再开通5G套餐吗 一是愿意 二是不愿意 至少对我来说 我是不愿意的 5G技术确实是我们的未来 但就像扎在普通人身上的一根刺 它只提高痛点 却不提供作用 对于企业而言也同样迷茫 他们习惯了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发育 习惯了减现成的 5G 云计算等组成的工业互联网 的确能够改变企业的未来 抓住了机会 有可能一飞冲天 但问题是 中国很多企业没有经验啊 习惯了跟跑 就没有了领跑的勇气 这些人没有勇气去领跑就算了 甚至还带头给跑歪了 声称做数据中心的企业 挂了个名就跑去挖矿了 拿了政府的补贴 给别人创造利益去了 号称给企业赋能的云计算 把小公司当做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又一茬 中国好不容易领先的新基建 走了不少弯路 整个世界都在看中国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调整方向 那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领先优势 就会荡然无存 中国急需一次大变革 中国也急需一个领头羊 为工业互联网的未来 探索一条道路 带领中国企业从歪路回到正轨 于是华为与煤炭企业就强强联合了 而他们给出的5G智能煤矿 华为煤矿军团成立时 任正非对于煤矿军团寄予的厚望就是 一定要探索出一条能改变社会的道路 真正使5G改变社会成为一个现实 所以我才说华为不是来挖煤的 华为的煤炭事业 是工业互联网项目的起点 而不是终点 之所以选择煤矿作为起点 是因为煤矿是传统行业的代表 它在地下几百米深 比任何企业都要复杂 如果工业互联网能搞定煤矿企业 那么其他的矿业 其他的传统行业 何处搞不定 目前中国现有5300多座煤矿 还有2000多座金属矿 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这些煤矿既符合华为拓展业务的需要 也是中国探索工业未来的桥头堡 那么这条路能走通吗 煤矿企业看似复杂 但是问题都可以解决 华为煤炭军团在对中国煤矿数次评估后 确认了煤矿想要智能化 需要面对四部难题 1.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 2.没有统一的设备接口 3.没有统一的操作系统 4.没有统一的数据库 老规矩科普一下 就是以前煤矿都是小而乱 设备是七国八制 一会儿进口一会儿国产 这些设备的接口都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将这些设备联系在一起 让大脑来支配 而这些问题 华为和国产设备都能解决 2020年10月 中国建成全球首套 矿用高可靠5G专业网络系统 2020年12月 华为与华阳集团打造的 首个5G智能矿山 就有全套的国产设备 2021年6月 中国自然资源局颁布 智能矿山建设规范 智能矿山的概念和标准 正在席卷中国煤矿行业 这场科技秀将会越做越大 2021年9月 华为和国家能源集团 联合发布了矿虹操作软件 这是中国首个煤矿领域的 工业操作软件 是由鸿蒙系统演化而来 换句话说 设备、操作系统、行业标准、数据库 中国全都要 华为和中国煤炭准备用30年 为中国探索出一条道路 中国煤矿未来格局几乎已经走顺了 但是华为军团的攻坚任务 却并没有停止 今年10月份 华为在煤炭军团之后 又正式成立海关和港口军团 智慧公路军团 数据中心能源军团 和智能光复军团 华为这架山横累累的飞机 终将带领中国奔向复兴的道路 而这些军团 会不会又是一个传奇 他们在行业里 又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接下来 我会把这些内容做成一个专题 想要看哪个专题 记得关注留言 多的话 优先做哦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